那么曾一度被外界认为是邓小平接班人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 在1989年学潮运动期间因为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 而招致当时的中共元老们邓小平李先念还有李鹏等人的不满 赵紫阳也因此被免去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最终是在软禁中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15年 赵紫阳的口述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书中说 李先念在掀起倒照风当中是非常的卖力 扮演了一个组织者的角色 而这个首先发言推荐江泽民为总书记人选的也是李先念这个人 1989年5月19号 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 陪同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于凌晨4点50分前往天安门广场 对学生发表了谈话 已经知道自己将要失去政治权利的赵紫阳仍然在做最后的努力 他当时对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喊出 同学们 我们来得太晚了 对不起同学们了 似乎他已经隐约听见了六四的枪声响起 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书中说 李先念在掀起倒照风当中是非常卖力 非常积极的 扮演了一个组织者的角色 他既站在前台又是后台 改革历程是根据赵紫阳生前口述 并秘密录制的30盘录音带整理而成 赵紫阳认为李先念是中共元老中反对改革开放最突出的一个代表 他之所以对赵紫阳仇视 主要是因为赵紫阳执行改革开放 而李先念当时不便公开反对邓小平 所以集中目标在赵紫阳身上 大纪元新闻网引述改革历程中赵紫阳的话说 李先念是从1953、1954年调到北京来以后 一直管财经工作的 包括文化大革命 所有中国的经济成就和经济问题都和李先念分不开 而现在的任何改革就是改革过去的体制、制度的问题 也就是否定李先念过去的功劳 所以他一直是思想上有抵触 所以他就对赵紫阳的改革措施反对 因此老骂赵紫阳说 你改就是改我的成绩 你批判就是批判我的成绩 所以李先念比较恨赵紫阳 1989年在中国政府 文化大学任教的吴仁华写下了 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 及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两本书 吴仁华表示 中共高层在决定六四镇压之前 李先念作为政协主席 在主持全国政协会议时 应该是带头表态 拥护中央的镇压决策 六四事件以后 赵紫阳下台 然后在推荐新的中共总书记的人选上 那陈云跟李先念两个人是积极推荐的江泽民 作为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 在招待所谓的这个中共元老方面 他就做得非常到位的 所以跟他们的司法关系很好 江泽民能够出任中共总书记 李先念是出了那个很大的力气的 大纪元报道 1986年江泽民曾在雪中展立四小时 给时任中共国家主席的李先念二奶 送生日蛋糕 因此获得李先念的赏识 而江后来替代赵紫阳成为中共总书记 报道说江泽民作为新任总书记 从五月底就已经开始批阅文件了 请不吝点赞文件